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县政府订定0918震灾农田农企凹陷 以及田梗回损整付救助金的实施计划 从11月17号开始实施 协助受灾农友尽速的复根复建 维护权益 而花莲县长徐真伟相当关心受灾农友复根复建的进度 希望农友能够在112年第一期到作前 就可以正常的耕作来维护农友最大的权益 欢迎现在许真伟 关心受灾农户复根复建的进度 希望农友能够在明年112年一起做 可以正常耕作维护农友最大的权益 0918正在导致雨震 不理箱等多处农田农起 凹陷以及田梗回损的情况 为与中央政府上午对全数农损项目列入救助的范畴 并非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的救助类别 为协助受灾农民尽速复根复建 外县政府以社会救助法第26条第2项规定 定定0918正在农田农起凹陷以及田梗回损整副救助金实施计划 从111年11月17日公告实施 农华处长陈淑文表示 救助计划相关程序参考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规定 由受灾区预理证 副理乡公所办理的救助金受了以及砍灾认定 砍审客戈之后 简据申请书 受灾农田或田梗认定照片 施作前与完工的照片 以及救助金清零清测 向本府申请和拨救助金 同时分批分支办理 组长陈淑文表示 本计划的救助对象指实际从事农业治安人 其农田飞署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农田水利署花莲管理处办理 定918正在农田整副与田梗修缮之标的者 可以申请救助 陈淑文表示 救助项目区别为田梗回损修复 以及农田农起 凹陷整副两个部分 而受理日期至本府公告自日期到 141年10月20日为止 整副施工完工日期在 112年2月15日前完工 组长陈淑文也提醒 本计划就读受理期限原则到 10月20日为止 也请符合申请资格的农业们 金苏前往相公署办理 记得请你欢迎收到